今日的AT個股推薦是安達2020 選選原因是安達日前公佈了第三季度的營運表現 安達品牌零售流水按年錄得高單位數增長 Filler品牌錄得10%至20%低段增長 其他品牌錄得45%至50%增長 集團講到零售流水改善趨勢 持續到中秋節和國慶黃金週假期 中信證券指安達銷售在第三季度 平淡的銷售環境下仍然能按月錄得改善 目前各品牌零售營運指標都處於健康區間 有望在第四季度低基數下出現較高的增長 受惠多品牌策略亦為業務持續復甦 安達未來三年盈利可以保持較快的增長 彭博綜合勸商的預測 今年盈利增長達29至97億9千萬人民幣 2023至2025年盈利年複合增長率達到22% 安達昨日收報90的錄 挑戰橫行區的頂 後市預料向上突破 投資者可以在88元的水平吸納 安橫行區的量度升幅可以挑戰110元 而跌穿10月低位83元就適宜減遲 大量的金額 反送朗多品牌策略 在馬上迷入 要找死掉 自清言 提供 自清言 可 故作 作詐